我买MacBook Pro也有段时间了 在工作和学习上很方便很顺畅 但是大家都知道MacBook Pro 它不那么适合拿来打游戏 所以我就想 如果我想拿它来休闲娱乐的时候 该怎么办呢 Hello大家好 我是小天欢迎回来 今天就和大家分享一下 怎么样实现拿MacBook Pro来玩PS5 说是拿来玩PS5 但是其实它并不是有模拟器 而是通过远程来实现的 所以先提要求 还是需要你自己个人 或者说你的朋友有一台PS5 而且愿意和你分享 那我们现在就开始 首先我们得搜索一下 它远程玩PS5的时候需要用到的软件 看到索尼的官网 我们就点进去 然后可以看到它对机器的一些要求 基本上你如果把系统升到最高 肯定是都没有问题 那我们现在就点安装这个应用 下载 下载好之后就需要安装一下 当然如果你想玩PS5的游戏 你肯定也得有个PS5的手柄 所以这个也是要准备好 那现在安装完成 那我们现在就打开这个软件 打开软件之后 它会要求你登录自己的PS5 也就是索尼的账号 那我们先登录一下 那我们就确定你想连接的机型 它同时支持PS5和PS4 所以说如果你有的是PS4 然后想远程完也可以通过这个软件实现 那我在这里选择PS5 它这里就告诉你了 在你使用这个功能之前 首先你是要在自己的PS5和PS4上同意可以远程操作 这个就是在设置里面就可以看到 那我现在先把它连上 然后我一会远程连上我的PS5之后 我也可以给大家看一下 在哪里可以看到这个选项 那我点OK 它现在显示的是正在寻找这个连接通过网络 然后可能要花上几分钟 我现在其实已经听到我的PS5开始转了 说明其实它已经找到这台机器 而且已经把它连上了 那我也趁它还在连的时候 我把我的手柄先连上 OK现在手柄也连上了 大家可以看到已经可以操控这里的屏幕了 那我把这个屏幕给挪大一点 那我们先试一下玩2K的效果怎么样 可以看到画面还是有一点点糊 因为如果我没有记错 它是分辨率好像是压缩了的 因为考虑到网速的要求 它在自己网站上也说了 它对网速的要求是比较高的 大家可以看到网还是比较卡 可能是我家这个网速不够快 如果网好的话应该效果还是比较可以 当然远程玩的话 其实也有一个比较大的限制 那就是你必须选择你最喜欢 最想玩的那个游戏 因为PS5你同时就只能有一个光盘在机器里面 你人如果在外面的话 你是没法同时就是在一个时间段内 可以切换不同的游戏来玩的 所以限制就是你只能选择你最喜欢的那个 然后把光盘留在机器里 我操作的时候就能够明显的感觉到很多颜值 网速还是不够 行那我们先退出 因为刚刚说想给大家看一下是在哪里设置可以远程操控 我们就回到主界面 然后首先需要到设置 然后到主机 在远程游玩这个选项的时候 你要把启动远程游玩打开 我现在是开着的 然后包括一些机器本身的功能 就是它在这边机器本身有个省电功能的时候 你需要在这里设置 待机模式中可以使用的功能 那你要把它与互联网保持连接这个打开 因为不打开的话 这个软件就没法通过网络来操控PS5 然后包括这个条也要打开 就是要允许软件通过网络来远程打开它 如果不开也是没办法来打开这个软件的 那因为我手边的游戏也不多 所以能展示给大家看的只有一个NBA 2K22 我也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这个游戏体量比较大吧 当然PS5的游戏大部分体量都比较大 所以在网络一般的情况下确实是很卡 我想如果换一个稍微小一些的休闲游戏 或者说是用一个比较好的网络环境 远程玩的话我相信效果还是不错 你比如在出去旅游啊 有些比较空前的时光 吃了饭之后想有些休闲娱乐的话 与其背一台非常重的PS5 其实带一台电脑就可以 既工作学习也可以拿来娱乐 我觉得还是不错 我以后如果有机会 我也会试一下找一个更好的网络环境 是不是能在延迟上在这卡顿上有一点改善 那今天的这么一个用MacBook Pro玩PS5的分享就到这里 我是小天一个普通的消费者 上班族和科技爱好者 我们下个视频再见 拜拜